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一个小正方体代表一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个一就是一个十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个十就是一个百 一百 二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十个一百就是一个千 你发现了什么 小天说 个 十 百 千 是数数的单位 也是技术单位 十个一就是一个十 十个十就是一个百 十个一百就是一个千 小冬补充说 像这样 每相邻两个技术单位之间的净率 都是十的技术方法 叫做十净制技术法 那除了这些 我们还学习过哪些技术单位呢 小西回忆起 我们还学习过更大的技术单位 有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小强也回忆起 我们还学习过一些更小的技术单位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小天说 我在课外书里看过 还有更大和更小的技术单位呢 同学们真棒 一下子回忆起我们学过的这么多的技术单位 小鱼补充道 我还知道 这些技术单位所占的位置 我们称为数位 一所占的位置 我们称为个位 十所占的位置 我们称为十位 依次是百位 千位 万位 十万位 百万位 千万位 亿位 十亿位 百亿位 千亿位 那十分之一的位置呢 小力说 十分之一对应着十分位 依次是百分位 千分位 万分位 你还有什么补充呢 小东说 按照我国的技术习惯 整数部分 从右边起 每四个数位一级 分别是 各级 万级 亿级 以小数点为分界 小数点左侧是整数部分 右侧是小数部分 在我们共同研讨的过程中 一张完整的数位顺序表 就出现了 同学们 刚才我们一起复习了 十进制技术法 回忆了数级 数位和技术单位 制作了非常完整的 数位顺序表 这几位同学 正在用数位顺序表 玩比大小的游戏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游戏规则是 两位同学各有0到9 十张卡片 从中每次任意抽一张 自行决定摆放的位置 组成一个四位数 谁的数大 谁就获胜 比出胜负 游戏终止 在游戏开始之前 你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吗 我们来听听 小雨和小丽有什么好主意 小雨说 要是抽到9 一定放到千位 要是抽到0 一定放到个位 小丽说 要是抽到678 尽量放在千位或百位 123这样的数 放在十位或个位 同学们 和你想的一样吗 游戏开始 同学们 要是你玩这个游戏 你想抽到几呢 我似乎听到有同学说 想抽到最大的数9 我们来看看 第一次 他们都抽到了相同的数7 该如何摆放呢 小强把7放在了百位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说不定 还会抽到8或9呢 小西则把7放在了千位 同样是7 放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表示的含义相同吗 对 7放在百位 表示7个百 而小西的7 放在千位 表示7个千 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抽数 这一次小强抽到了0 小西抽到了6 分别摆在了个位和百位 第三次 他们分别抽到了4和5 都摆在了10位 哟 赛点来了 如果你是小强 你希望下一次抽到几呢 如果你是小西 你希望下次抽到几呢 屏幕前的同学们 来听听大家和他们想的一样吗 小强说 我希望抽到8或9 小西说 我自己抽几都影响不大了 只要小强不抽到8或9 我就赢定了 诶 为什么小西说 自己抽到几都影响不大了呢 小雨说 因为比大小从高位比起 千位上的数很重要 小西就差个位上的数了 如果比较千位上的数 比出了结果 就不用看个位了 个位就没有影响了 他们是否都能如愿呢 屏幕前的同学们 这次游戏谁赢了呢 小亮说 当然是小西赢了 因为小强和小西摆的都是四位数 位数相同先比千位 小强千位上的数是5 表示5个千 小西千位上的数是7 表示7个千 5个千 小于7个千 所以 5740 小于 7652 小西获胜 在观战的过程中 小丽有了自己的想法 千位上的数最关键 小天也有感受 我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一个是数 一个是数 一个是数位 大的数尽量往高位放 同学们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 下面我们再来比几组数 3124 于3214 你会比较它们的大小吗 来听听小羽是如何比较的 3124 小于3214 因为这两个数也是位数相同 从最高位比起千位上的数相同 我们就比百位上的数 一个百小于两个百 所以3124小于3214 那第二组呢 有想法了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丽和小天是怎么解决的 小丽说 三位数一定小于四位数 即使是最大的三位数 999都小于最小的四位数 1000 小天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 借助数位顺序表 一下就看出来了 897小于1234 整数会比了 我们来看看小数怎么比较大小呢 0.18和0.7比 小丽 小丽说 0.18是两位小数 0.7是一位小数 整数比大小的时候 位数多 数就大 所以0.18大于0.7 小天马上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应该是0.18小于0.7 我可以借助数位顺序表解释给你听 整数部分都是0 我就比十分位上的数 0.18十分位上的数是1 表示1个十分之1 0.7十分位上的数是7 表示7个十分之1 1个十分之1小于7个十分之1 所以0.18小于0.7 屏幕前的同学们 他们俩谁说的对呢 小西说 我同意小天的意见 还可以给她补充 在0.7的末尾 添个0 变成0.70 它表示70个百分之1 0.18表示18个百分之1 18个百分之1 小于70个百分之1 所以0.18小于0.7 小丽说 哦,我明白了 小数比大小 不一定位数多 数就大 应该是0.18小于0.7 小丽真善于反思 屏幕前的同学们 刚才小西提到 0.7等于0.70 你们能回忆起 这是我们学过的 哪部分的知识吗? 能用自己的方式 把它为什么相等 说明白吗? 我们来看看 小西是怎么解释的 小西说 我可以借助画图来说明 把一个正方形看作单位1 平均分成10份 其中的7份就是0.7 同样把它平均分成100份 其中的70份就是0.70 从图上看 我一眼就能看出 0.7等于0.70 说到这儿 小东说 我想到了0.7不就是 10分之7吗? 0.70就是1百分之70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子分母同时乘10 分数大小不变 再次证明两个数是相等的 在小数的末尾 天上或去掉0 只改变小数的计数单位 不改变小数的大小 0.7是10分之7 0.70是1百分之70 小数的性质 与分数的基本性质 在这里是一致的 同学们 现在你能说说 整数与小数比大小的方法 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小力发现 都要从高位比起 小东则想到 都可以借助数位顺序表来研究 小明很爱思考 借助数位顺序表 我发现整数比大小 小数比大小 比较的都是技术单位 及技术单位的个数 说到这儿 小量提出了问题 分数比大小 也是这样吗? 同学们 你能回答小量提出的问题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两组分数比大小 先来看看第一组 十八分之十七 与十八分之十三 如何比较呢? 有想法了吗? 我们来听听 这几位同学是怎么想的 小明说 同分母分数比大小 分子大的分数大 小力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可以给你补充 分母相同 也就是分数单位相同 十八分之七 十八分之八分之三 里面有十三个十八分之一 十七个十八分之一 大于十三个十八分之一 所以 十八分之17 大于十八分之十三 小西说 我知道了 分数比大小 其实也是在比较技术单位 及技术单位的个数 同分母分数会比了 一分母分数比大小 你们行吗 八分之七与七分之五 如何比较大小呢 小东说 一分母分数比大小 分数单位不同了 我们先通过通分 转化成同分母分数 再按同分母分数比大小的方法来比较 小明说 八分之七等于五十六分之四十九 七分之五等于五十六分之四十 五十六分之四十九大于五十六分之四十 所以八分之七大于七分之五 同学们 回顾我们刚才比大小的过程 请你静静想一想 整数 小数 分数比大小 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对 整数比大小 小数比大小 分数比大小 看起来不同 但它们有着本质的联系 都是比较技术单位 及技术单位的个数 借助数位顺序表 我们一起复习了比大小的方法 还回顾了小数的性质 与分数的基本性质 数位顺序表还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小力说 我注意到 在数位顺序表中 小数点的位置很重要 我想借助数位顺序表 研究小数点移动 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例如0.7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 小数大小有何变化呢 向左移动两位 又有什么变化 如果小数点向右移动呢 与小数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你有什么想法 小明说 我们可以从上往下观察 来研究小数点 向左移动 从下往上观察 研究小数点向右移动 小强说 我们还可以借助 数位顺序表来研究 那我们就把这些数 请进数位顺序表吧 同学们 仔细观察 你发现了什么 来看看 你和他们想的一样吗 小强说 从上往下观察 0.7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 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十分之一 是0.07 0.7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 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一百分之一 是0.007 小明则研究了小数点向右移动 他说 我们从下往上看 0.007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 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十倍 是0.07 0.007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 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一百倍 是0.7 借助数位顺序表 我们一起研究了数的认识的相关内容 可以发现 这些知识都离不开 技术单位 看来不同的知识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 数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屏幕前的同学们 一起来静静地读一下新闻 新闻中藏着一个大树 你找到了吗 对了 就是2.5亿这个数 2.5亿之口罩到底有多少呢 你能想象一下吗 小强说 我想知道 把这2.5亿之口罩 全部落起来有多高呢 我先把十支医用外科口罩 落起来测量 大约高一厘米 然后我再推算 我把2.5亿改写成 以一为单位的数 是2亿5000万 2亿5000万除以10 大约是2500万厘米 在换算单位 厘米与米的净率是100 2500万厘米 等于25万米 25万米有多高呢 通过计算 2.5亿之一用口罩 落起来的高大约是25万米 小强想到了 北京最高的建筑 中国尊 它的高度大约是500米 2.5亿之口罩 落起来的高度 大约相当于500个 中国尊 落起来那么高呢 真是太高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新闻 受疫情影响 2020年 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你从新闻中知道 有多少名考生参加高考吗 小力说 我知道了 有1071万的哥哥姐姐 今年要参加高考 为他们加油 小明说 我认为人数不一定正好是1071万人 这是一个近似数 那如何求近似数呢 下面我们一起在解决问题中 回顾求近似数的方法 来看看这道题 读一读题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小强发现 数据很多 我们应该根据题目要求 选择正确的数据 小明说 表中的数据是以1为单位 题目要求以1为单位 我们可以先改写 再求近似数 小天提醒大家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就要看小数点后的第二位 同学们 可以拿出手中的学习单 先自己试着完成 先来看看 中国的人口居世界第一 人口数约为几亿 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应该找准数据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会改写吗 小力说 数太大了 我首先画了分极限 这样就能一眼看出来 各级上的数是多少 那如何改写呢 小西说 题目要求改写成 以1为单位的数 小数点向左移动8位 是这样吗 那如何求近似数呢 刚才小天提醒我们了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我们应该看小数点后面的第二位 百分位上的数是1 根据四舍五入法 舍去十分位后面的尾数 结果约为13.4亿 同学们 和你做的一样吗 你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在求近似数的时候 可以像小力一样 画分极限 帮助我们看清 数的大小 也要像小西和小天一样 根据题目信息 先改写 再利用四舍五入法 求近似数 印度人口呢 小天说 我首先找准数据 按照小力的方法 画上分极限 然后小数点向左移动8位 在求近似数的时候 百分位上的数是5 根据四舍五入法 舍去十分位后面的尾数 再近一 因此结果约为12.2亿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屏幕前的同学们 大家有什么收获或体会呢 看 同学们说得多热闹 我们也来听听吧 小强说 这节课数位顺序表 真是帮了大忙 我们借助数位顺序表 研究了笔大小 小数的性质 分数的基本性质 还有小数点移动 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小童说 我们还发现 很多知识都与技术单位有关 小西也说道 原来这些知识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小亮则对树形结合这个方法最有感触 通过画图一眼就能看出树的大小 太形象了 老师相信 屏幕前的同学们也一定有自己的收获和体会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布置今天的作业 作业一 数学书第74页 练习14 第三题 作业二 数学书第75页 练习14 第7题 同学们 在今天的学习中 我们一起借助数位顺序表 进一步复习了数的认识的相关内容 发现了知识之间的联系 其实 树中还有很多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